总统蔡英文日前出席总统与高中生面对面论坛 有高中生就提问关于死刑废纯的问题 总统蔡英文首度做出回应 废死议题为何会如此复杂 在于牵涉到情感情绪以及价值 废死争议虽然让很多人心里不安 甚至希望透过死刑来阻决社会 难以接受的犯罪行为 但国家制度能提供足够的安全 不需要依赖非常严厉的刑法来吓阻犯罪 那蔡英文总统讲完这句话之后 各个不同的一个舆论平台以及媒体 就针对这一串话就大做文章来 或者是去进一步去讨论说 那到底蔡英文总统他所代表的价值 以及他讲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符合公语 但是从我们学界的角度来看 Face的议题本来就涉及情感层面 所以说法律学界与社会科学界通常 讲了老半天也很难去说服多数民众 为什么他们常常觉得Face是比较好的 但如果你如果先知道刑罚在法理上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再进一步去理解死刑可能产生的问题 那或许就可以更能理解 为什么蔡英文总统会这样去说 首先刑罚的本质其实并不在处罚的上面 处罚只是物理的体现 但就其根本 刑罚的目的是要去矫正或者去规训犯罪者的错误 让犯罪者可以学习到他为什么错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管理看守所 以及受刑人的单位是法务部的矫正署 而不是什么法务部的监狱署 或法务部的处罚署 那当然犯罪的成因有百百种 但造成犯罪最广泛的原因 是犯罪者社会化的过程中 是否有遭受创伤或者是迫害 以及犯罪者所面临外部性的经济与社会环境 是否会压迫到犯罪者去进行刑法上所谓的错误的行为 讲简单一点 偷拐抢骗通常是出自于穷 以及观念错误 而不是单纯的人性本贪 当然社会上还有很多人 在生活在良好的环境里面 也没有面临上生活上的阻碍 但最后仍然成为犯罪者 不过相比之下 这通常是少数 打个比方来说 一个城市各个区域的犯罪的比例 其实都跟该区域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有正相关的 所以说外在环境往往要为了犯罪 负上一个极大的责任 或者再去想想看说 假设今天大家都生活在乌托邦的世界里面 没有所谓的贫穷 也没有所谓的饥饿 那犯罪的比例是否就会自然的减少了很多了呢 当然这并不是要为任何的犯罪者找到一个借口 但整体社会的样貌 如贫富差距 歧视的多寡 教养的问题 学校教育的资源 都是可能造成一个人是否会走上歧途的一个原因 所以社会整体的一个提升 就会是截止犯罪的一个重点项目 那如果你从这个理路去出发 你就会比较理解说 为什么学者常常认为说 言行俊法只是一个补助 但国家真正需要努力的目标 其实是让整体社会更为具有同理心 这个同理心不是说你针对犯人的同理心 而是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同理心 然后国家如何透过他的政策去降低贫富差距 以及在帮助弱势和其他社会底层人士上面 能不能做更多的努力 用言行俊法来吓阻犯罪的这个思维 其实跟汉摩拉比法典没有太大两样 但法理学与犯罪学早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候的思维 改以整体社会作为努力的目标 在犯罪发生之前就积极的介入 以降低人民犯罪的意愿以及犯罪的产生 那这两种思维的高下立断 其实应该不难判断 尤其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面 期盼政府应该对人民打打杀杀 那不就是让国家暴力的本质更为显著 更为猖狂吗 国家是这个社会上 唯一可以独占暴力手段的一个机器 如果言行俊法成为这个国家 控制人民的唯一手段 那你觉得人民真的会幸福吗 所以哪一天 或者你又从另一个角度去想 如果哪一天这个权力 如果落到错误的你的手中 我们要如何去自保呢 所以限制国家对内暴力的施展 一直是多数民主国家努力的目标 那当然在美国的状况比较奇怪一点 因为人民他本身是有枪权的 所以有点像是人民跟政府之间 在一定程度的一个状态上面 维持一个恐怖平衡 那讲到这边 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法学界以及多数社会科学界 都不推广死刑 甚至认为应该废除死刑 以下栽要给大家听听看 第一个部分是因为 死刑会扩张国家刑事暴力的能力 第二个是死刑等同于 让原先可以给予社会反思的这些犯罪案例 透过爽坏的一个死刑的执行 让民众忽略掉这个社会层面的问题 到底在哪里 第三个是死刑并没有真的进行矫正的过程 而是用刺死的方式 直接拔除该犯罪者再教化的可能性 这跟刑法的目的其实是相违背的 第四个 而是死刑本身是不可逆的 除非你觉得法律系统永远都不会误判 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愿放过一人 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不过说到底 这就是让国家用暴力的权力 去剥夺该错判者的深的权力 那最后讲回来 这些理论其实如果你可以认同的话 那你大概就理解说 为什么蔡英文总统会讲出上面那一串论述 那毕竟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去不管是看待刑法或者死刑 会用一个更为全面的角度来理解 但讲到要说服受害者家属这些事情 因为牵涉到情感上的问题 所以往往最终都会是在一个两条平行线上面进行的对话 没有办法做彼此的说服 但这种情感面的损益 说实话本来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就想想看说 就那些受害者家属 常常会去说 为什么这件事是发生在我的什么什么人 不管是我的儿子啊我的父母啊或者我的妻子啊或者我的孩子 这一些这样的一个话 那这句话它其实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 也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当事人 否则你很难去理解他们的心情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基本常常认为说 今天不管是你是支持或者是反对费事 都不需要把说服受害者家属 当初说你的一个目标 因为这个件事情其实在他们的当下来讲 是很难去进行理责化的 讲白了 毕竟对于这些受害者家属来说 他们所经历的伤痛 以及他们所追寻的正义 其实往往不是司法系统可以抚平 或者是司法系统可以给予的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